上課我會再做個回顧啦 那我的影片都會放在教學論壇 所以如果你自己有加進來的話 應該都會看到 那如果沒有加進來就申請一下啦 那告訴我你的座號跟你的姓名 那我就幫你加進來了 理論上應該這樣應該就 目前的話應該好像看大部分同學都有加進來 那只是說有一些同學可能 這兩個好像不是我們同學 所以我就沒有把他加進來 如果是的話你再告訴我一下 好那第一次第二次 所以今天第三次上課 那一樣每次上課我都會錄完 然後放在這邊 反正將來就有個清單 你每次上課回去的話 可能自己再針對自己不熟的部分 把它做個複習 務必一定要做到就是每一次上課的練習 一定要都要跟上 另外的話可能還是要存檔 最好帶個學生碟 不然的話有的時候我們可能檔案還沒做完 他會有一些後續延伸的 所以上個星期的部分的話 大概來重點提提示一下吧 那基本上的話呢就是 總共有九段影片 那當然學要哪些東西 第一個就是你要學會向下追蹤 OK 然後到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這個的話呢記得一定要把它熟練 因為這個還蠻重要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資料一定都不是固 通常的資料的數量都不一定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說呢 我這個範圍有沒有 這個工作表到底總共有幾列的時候 那通常會向下追蹤 通常會以那個 那個A欄 因為A欄通常是編號 編號基本上不會有空白 然後我們用什麼 Range A1 點END 刮弧 XL DOWN 向下追蹤之後呢 再點RO 就取得你最後一列的那個位置 然後呢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比如說將來如果我希望呢 能夠再增加或減少資料的話 可以從這個地方開始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上個禮拜的 上上禮拜的那個三個SUB 那其實就是在增加按鈕 那這個我想我們總共增加了幾 這個這幾個嘛 比如說像插入欄跟刪除欄 有沒有 所以這邊有個刪除欄 有沒有 把它黏刪掉 然後插入欄有一個黏的部分 就出現了 但是上禮拜好像我們有增加一個防呆 因為同學常常會問說 這個地方如果沒有防呆的話 那可能如果你在再按一下插入欄的話 它會變成說呢 直接就在低欄再插入一個黏 會變兩個黏 那會有出現錯誤 可是如果你想要怎麼樣 防止它重複出現黏這個欄位的話 那怎麼做 我先按一下好了 因為好像我記得我們上禮拜有做防呆 有沒有 所以按下它之後的話 有沒有發現 它不會像之前的狀況 會直接再跟你插入一個 因為之前是直接因色 因色之後再增加那個黏 然後再向它填滿 可是如果你要防呆的話 有沒有 還記得怎麼做吧 上禮拜才講過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防呆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判斷一下 判斷什麼 當然判斷的方法很多 我想到的就是說 去判斷說低欄的這個欄 這個欄的第一個欄位 那個欄位的名稱是不是黏 如果是的話呢 那表示說它這個已經存在了 已經存在 當然就不要插入欄了 什麼時候插 就是說當它不是 不是黏這個資料的時候 不是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判斷的是 你要腦袋想出來 如果Range D1不等於 不等於就小於大於 黏這個字的話 才去做插入的動作喔 OK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寫 還記得吧 所以大家複習一下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以後的話 假設你要防呆的話 那其實就是這樣寫嘛 一負有沒有 空一格 然後剛剛這個把它寫在中間 所以這個是一個判斷式 有沒有 頭尾都固定了 反正以後做判斷是 if什麼條件 後面then 然後呢記得尾巴還是固定的 就是and if 那也就是像個閘門一樣 就是說當某個條件 為true的時候 他才去做下面的事 下面是什麼事呢 就是插入黏 然後呢 就是把黏這個藍位名稱放上去 然後並且插入公式向下填滿 有沒有 所以這個蠻重要的 OK 所以這個一定要把它學會 那其他還有啦 就是刪除黏也是一樣 之前刪除黏呢 我們是刪完之後有沒有 如果再按一下刪除 他可能會把發生時段也給刪掉 那就會發生很多的錯誤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正確的話 那怎麼辦 其實方法很多啦 你要不你也可以什麼 判斷說他這裡面是不是發生日期也可以 或者說判斷他是不是年 如果當他四年的話 再刪除 那當然啦 如果不是年有沒有 就跳過了嘛 OK 所以判斷是怎麼寫 還記得吧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直接的在這邊 如果他這個裡面是年 四年喔 有沒有 才刪除 那如果不是年的話呢 那就跳過了嘛 有沒有 就從這邊跳過來 OK喔 所以這個寫法還蠻常見的喔 你學過之後你就會知道防呆了 那你的城市喔 將來就比較不會出現一些bug 不然的話 如果你沒有防呆的話喔 那你除非說自己要很小心 不然的話一定會發生錯誤喔 那再來的話 還有就是說我們上禮拜 有提到那個向下追蹤啦 這邊有寫啦 這個我們上次講過了喔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再來就是 所以前面三個影片就是我剛剛講的重點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錄製那個樞紐分析表的聚集 還有加上註解 那所謂的樞紐分析表喔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就是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嘛 所以最後做出來就是做出這個啦 例年線到折線圖 就是這邊這個是 先做第一個step 這個叫樞紐分析表 這個的話呢 是樞紐分析圖 是第二個step 然後呢 這個做一個錄製 這個另外錄製一個 所以兩個sub 最後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最後就看到的是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 例年切到折線圖 那當然呢 我們上個禮拜做的 這個假設把它刪掉好了 OK 把它刪除 那如果再run一下 例年切到折線圖的話 這個run完之後有沒有 它就會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在這邊前面喔 所以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 這邊就出現例年切到折線圖 那這個按鈕裡面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我要看裡面程式的話 按右鍵 然後指定聚集 再編輯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按鈕裡面喔 其實只有兩行程式 有沒有 這個按鈕喔 其實只有兩行程式 這兩行程式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 其實這兩段兩個sub啦 那所以以後的話 假設你要做一個比較複雜的應用 你可以先寫很多段 然後全部把它扣扣扣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它就可以把很多事情 把它一次做完 所以其實就有點像是一個什麼 一個 這個結合在一起的一個sub 那其中的話呢 當然樞紐表 樞紐表怎麼來的 其實就錄製嘛 樞紐表其實比較複雜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它程式還蠻多的 有沒有 這邊這個 這個怎麼來的 還記得吧 上個禮拜我們 主要是講這個地方有沒有 那其實用錄的啦 錄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就是 把那個過程錄下來 最後其實只有再增加什麼 增加上上面這邊的註解 有沒有 註解加上去 另外的話呢 再加上這個 這個的名稱 有沒有 因為它新增一個工作表 所以我要把它名稱改變的話 就是加這個啦 叫 目前的工作表的名稱 叫做歷年切到折線圖 OK 然後呢 底下好像我改這個地方 本來好像叫什麼呢 本來叫 列 列是3 R3 C1 我把它改成 A3也可以 因為意思是說 我要把那個 蘇納分析表 放在A3 放在A3開始的一個表格 所以這個A3指的是 它這個表格的左上角 開始位置 有沒有 然後其他好像都沒什麼變動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點 就是說 你錄製的時候 一定要先拖拉到值 再列 也就是說 這個蘇納分析表 錄製的時候 一定要先把年拖拉到這邊 再拖拉到這邊 你不能直接拖拉到列 再拖拉到值 不然的話 結果會發生錯誤 好 那其他的話 大概就是 這個隱藏 這個把它錄下來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再另外 再做另外的圖表 其他像那個圖也是一樣 圖的部分的話 我是 錄製其實蠻簡單的 就錄什麼 錄那個 這個優標放這邊 然後我是 把它錄製的時候 是 分析裡面有個 這個樞紐分析圖 然後 把這個圖其實 只是什麼 找到折線 很有資料標記折線 按確定就好了 那其他都不動 其他像它的寬跟高 還有上面的標題名稱 還有這個圖例 我其實都是透過程式來修改的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雲端上面都有 所以後來把它改完之後 程式就加什麼 有沒有 其實錄完之後 就這兩行 那我們主要是 改了那個位置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位置的部分 在這個程式裡面 這個名單上其實都有 位置部分 其實是這兩個 這兩個 有沒有 這個是原來的 就是它的那個 含有資料標記折線圖 然後它的位置的話 就是這一個 就是laps 意思就是說 我要放在 第二儲存格的左邊那條線 所以將來的話 我把它run一下 左邊這一條 這個run一下 它會直接把這個圖 放在左邊 第二 第二在這裡 這個儲存格 左邊這一條線 所以這個的話呢 指的是左邊這一條線 然後 後面點top的話 是上面這一條線 所以會有個焦點 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圖的左上角在這裡 那 寬的話呢 跟高 那我就是在利用什麼 寬的部分 我是不是用這個儲存格的寬度 它有個屬性叫點Vis 然後我乘上10 乘上10 乘上10就是說 10 10欄寬 所以d到m 我數過 剛好就10個 10個儲存格 高的話呢 是15列 所以如果你把它執行之後 得到的結果就長這樣 有沒有 就是剛好 10欄寬 這個是寬對不對 那高的話是15列高 15列高 因為從第二列 所以這邊是第16列 再來這個 跟圖例把它去掉 其實主要就是 我雲端上也有放那個參考程式 你們可以把它補在哪裡 補在下方 就是這個 這兩個 2跟3的部分 就是 它裡面有一個叫 CHATITLE CHATITLE顧名思義 就是圖的標題 然後文字就放這個 然後colors就是紅色 size就20 所以這個大小 當然字20 如果你覺得太大或太小 可以再調整 那要初體字 所以等於1 等於1的話 就true 並且把目前的這個圖的圖例 圖例就是HESLECTION 等於0 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今天的話 也許我們再延伸 所以利用上個禮拜這個部分 請各位思考一下 如果 我希望我這一題 多增加一個圖 這個圖的話 請你分析一下 到底台北市哪一區的切到案件最多 然後比例一個是多少 所以第一個 我們可能會需要取得一個欄位名稱 叫做區 所以區在發生地址剛好有 所以第一個 我們會需要再插入一個欄位 所以在區欄的地方有沒有 再增加一個區 然後把區的資料把它取出 取出很簡單 剛好它有規則 剛好它在第幾個字 第四個字 剛好還好啦 那個 那個台北市的區剛好都三個字 所以如果我這樣取的話 我可以插入函數 可以用那個MID 有沒有文字類裡面的MID的函數 然後我可以取得 它的地值裡面呢 第四個字 那我要取三個字 有沒有 然後中正區 向下填滿就OK了 有沒有有區了吧 那如果我假設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思考一下 我剛剛是人工作業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些事情 不要用人工作業 我希望比照這邊一樣 這邊叫插入欄 為什麼 你可以講什麼 插入欄 後面加個底線區好了 這個刪除欄底線區好了 把這個換成另外一個 不要這個欄位 我是另外一個就是在區的欄位 第一個 第二個幫我畫另外一個圖 我們剛剛是年嘛 我希望畫一個圖 就是各區的切到按鍵的比例圖 有沒有 然後我也希望按一下 自動就跳出來了 做出來結果有點像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 我們的第一個單元 有沒有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一單元 剛剛做的是那個 歷年切到折線圖 就這一個 然後我希望第二個 是各區的比例圖 這邊是樞紐分析表 這邊是樞紐分析圖 那當然 一樣是最好是可以用那個 一鍵按下去 自動就可以幫我產生 這個叫做各區比例圖 那請各位想想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再見 再見 不用坐 那我陣子 就還是要來 下次就坐 謝謝 。